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受伤案例涉及5岁以下的儿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2017年 共接到15起与玩具相关的15岁以下儿童死亡报告 13名罹难儿童的年龄均在12岁以下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玩具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强调符合美国强制性玩具般标准 即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250部分的重要性 并且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 可能导致对幼儿 尤其是5岁以下幼儿构成危害的缺陷玩具 或违规玩具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我们要讲对玩具的年龄分级 第二集讲小部件法规和玩具的机械检测 第三集讲玩具的化学检测 这是视频第一集 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玩具实验室 Jell Hurley是CPSC全国产品测试评估中心 人为因素处的工程心理学家 该处负责对儿童产品进行年龄分级判定 我是吉尔赫利 是CPSC人为因素处的工程心理学家 在工程部我们负责对玩具和儿童产品进行年龄分级 今天我要讨论的主要题目是 我们在判定一玩具最适合某年龄段时 我们对该玩具的哪些特质要做考量 消费者借助年龄标签来帮助他们为孩子选择玩具 CPSC也通过年龄分级来判定一件产品 必须符合哪项法规 虽然美国法律没有规定玩具必须带有年龄标签 但是对特别年龄段的玩具有带警示标签的要求 比如说有项法规禁止目的是为小孩子使用的玩具和其他物品不准含有小部件 或会释放出小部件 当我们为一件产品做是不是小部件的年龄判断时 我们参照美国联邦法规第16卷1501.2B部分和年龄判定指南 其修订版将于明年1月公布 并依此来判定生产商在产品包装上所印得起产品使用者的年龄说明如果合理的话 以及其为产品做广告 促销以及在市场上推销时 所说的是不是与被普遍认为是为3岁以下儿童所设计的产品是一致的 作为生产商 你应该确保消费者明白一件玩具可能对家中的一个孩子年龄是合适的 但对家中其他孩子来说则是年龄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应该确保家中叫年长的儿童明白 不让家中年幼儿童接触到小部件的重要性 而且要检查他们是这么做了 人文因素心理学家在判定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时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我们通常去查看玩具是不是体积大和笨重 是否柔软 颜色是否鲜艳亮丽 这些玩具一般比较轻巧 容易被手抓着 比如毛绒玩具 带环玩具 还可以被放入口中咀嚼的玩具 这些玩具应该是厚实的 应该在洗衣机和洗碗机里经得起多次洗 3岁以下儿童可以抓住和握住轻巧的珠子摇铃 带附件的塑料环 或者带大体肌手柄的婴儿摇铃 这年龄段的幼儿已经会融合光和声音 但是声音不应该太吵闹 比如我手中拿着的这件融合因果关系克制的音乐玩具 它带有彩色大按钮 一按按钮就能产生光和声音 这个玩具有比较大的可触碰平面 让孩子训练动作技能 我们再来看看年龄稍大那一组 比如12个月到19个月大的幼儿 这一组儿童使用的玩具也应该是厚实的 也可以融合光和声音 比如儿歌 数字和颜色 这一年龄组的儿童通常喜欢色彩鲜艳的物品 和他们可以叠起来或拆开的玩具 比如拼接积木和嵌套杯 还有这一年龄组的儿童很好奇 比如他们会喜欢在玩具电话上 轻按钮来琢磨玩具的构造 基于他们的动作技能高的程度 他们会推玩具车打开或关上玩具车门 将玩具小人放去玩具车里 或从玩具车里取出 快到两岁的时候 儿童开始认得家中或邻里周围的熟悉物体 比如他们会认出汽车 树 球 玩具电话和书 他们会指着看到的农场深处 他们认得书里的基本颜色和形状 他们通常对可以互动的玩具感兴趣 比如带有旋转字母的字母算盘式互动玩具 小孩特别喜欢他们可以很容易抓在手中 或者可以推动和滚动 带有夸张特质 比如眼睛和嘴的玩具车 融合根据颜色和形状来归类和推叠的玩具 因为这一年龄组的儿童仍然可能将玩具放入口中 因此玩偶娃娃 毛绒玩具 不能有头发 硬邦邦的塑料 眼睛和眼睫毛 以及可以拆卸下来的部件 有些玩偶娃娃带有简单部件 比如婴儿奶瓶 婴儿车 来提高玩偶娃娃的可玩性 还有 适合这个年龄组的玩具 还包括带有圆边 用轻巧塑料 木头 布料或泡沫海绵制作 而且很容易被抓起和携带等特质 人为因素心理学家 在判定三岁到五岁年龄段儿童使用的玩具时 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三岁到五岁的儿童倾向于喜欢 带有更现实细节的玩具 他们喜欢带有多部件 以及小部件的组装玩具 比如 玩具娃娃的头发带发烧 眼睛会睁开和和上 或穿有衣服 以及带有喂食和沐浴附件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 通常喜欢中小型玩具汽车 比如卡车和可以和轨道连接 或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 这些孩子的动作技能很发达 这一技能使得他们可以拼接带有细小 或更多积木的组套积木 但他们的主要动作是拼接和镶嵌 他们对细节很着迷 比如外形和真的汽车很像 带有贴花和柯有细节 带光和声音的玩具车 玩具车的车门会开启和关闭 会自行行驶或带有齿轮装置的玩具车 也特别吸引他们 这一年龄段的儿童 通常喜欢行动人物和超级英雄 除了认识和理解字和声音之外 这些儿童通常已经具备阅读和语言能力 他们可能理解并且对数学游戏 或用匹配颜色、形状和成员的游戏感兴趣 通常他们可以用字母或拼写简单的 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词 比如cat、猫或dog、狗 接近五岁年龄的儿童组中 多数儿童开始理解有步骤的图示操作说明 并通过说明自己来建成有代表性的物体 比如这个玩具带有五十多个部件 还带有人物 对他们来说这就更好玩了 你看到了吧 三岁到五岁年龄段儿童 比更年幼的儿童喜欢更加有现实感的玩具 人为因素心理学家 在判定六岁到六岁以上儿童年龄段使用的玩具时 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六岁和六岁以上儿童 可能喜欢带有较复杂部件 和能带来更多功能 以及和成年人相似的细节的玩具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通常会自己阅读了 这使得他们不需要太多外来帮助 极能自己阅读操作说明 他们可能喜欢各种类型的游戏 包括那些轮流玩 需要思索和策略的游戏 比如这个跳棋游戏 因为六岁和六岁以上儿童 能更好地遵循操作说明 他们更喜欢自己完成一个游戏项目 他们会玩带有很多部件的建构类玩具 因为这个类玩具 使得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和建造和真实世界相似的物体 建构类玩具通常需要更复杂的组装方式 或简单工具 这些儿童喜欢建成最终产品 是带有功能的建构类玩具 比如用电池驱动的机器老虎 这一建构类玩具套组包括了几个金属和塑料小部件 电线弹簧和开关 建成这类玩具需要非常好的动作技能 重点认知力以及对小细节的注意力 这一年龄段儿童通常比更年幼儿童 对抛射和飞行玩具有更好的理解力 这遥控直升飞机就是一个例子 六岁和六岁以上儿童 通常可以应付可以操纵同时行动的更多按钮 儿童在玩耍玩具时 需注意到临近物体以及人的动向 这些儿童比较可能喜欢融合粗犷行动技能的活跃游戏 比如这个桌面曲棍球游戏 需要手和眼睛紧密的配合 而且还需要预见到对手接下来可能出哪一招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通常更喜欢接近成年人喜好的工艺项目 比如木科、编织和制作珠宝 这通常需要将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 比如用细头彩色笔或铅笔在带有复杂颜色的图书里涂色 这一过程和最终的完成作品一样重要 因为这些最终创作一件完成作品的有意义的活动 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来说 是非常引人入胜和好玩的 在玩具安全第二集里 我们要讲讲玩具的机械测试 欢迎您届时收看 谢谢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Cylvia Chi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